河水清清 鸟清明 一个老汉正在河边悠然垂掉 见到鱼线抖动 老汉以为有鱼上钩 于是拼命拉扯绳子 有鱼用力过猛 鱼线虽然扯起来 但却挂到身后的树枝上 这个倒霉东西 今天运气看来不怎样啊 只是老汉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还有更糟糕之事 用力扯鱼线时 他跌坐在地 扭头却发现地上 居然躺着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那么这两具尸体是谁 又是什么人杀了他们呢 警局这天生意不错 刚开门营业 就接到一单生意 一个叫玛丽的女人报警 昨晚在钓鱼俱乐部里 受到一个叫沙拉的老太太袭击 老太太实在过分 钓鱼比赛时 她不但使用违规鱼饵 别人给她提意见 她甚至还删了别人一个巴掌 因此玛丽决定教训教训她 让她以后长个记性 要说这个沙拉老太太 也是村里的一个传奇 她今年75岁 不但不显老 而且开着一辆大红色跑车 载着男人 整天在村里肆意横行 村子不远 有个废弃机场 这里一直是老太太 钟爱的地方 一脚地摆游 她就是喜欢听发动机 那种如同野兽般的伺候 可表面光鲜下 沙拉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她领着救助金 甚至信用卡都要侄子杰森帮她还 杰森夫妻也是一头包 那么大年纪了 你居然还去打人 这次你自己摆平此事吧 说话间 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人走进房间 男人名叫利奥 多年前沙拉和丈夫 在利奥生意不及时帮助过对方 现在利奥生意做大了 将原来沙拉帮助过自己的钱 全部转化成股份 反赠给老太太 人有逆天时 天无绝人路 困境中几乎准备卖车的老太太 拾来运转 于是开上她的超跑 带着一个叫昆丁的古董商 一路狂飙来到机场 再次聆听她那八缸发动机 传来低沉的叫声 同一时间 酒吧里 三个男人正在聊天 中间那个男人叫盖锐 他嘲笑利奥情场失忆 却是个惊商的料 不料利奥一句话 把盖锐弄得无言以对 听说你老婆和邓肯 早在你头上种草多年了 汤姆两人在机场上 见到正喝着香槟的沙拉 老太太认为玛丽太狂躁 见到别人掉到大鱼眼红 自己只是给她一点点教训 并没攻击的 确实 如果只是一个巴掌 就将人家抓起来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汤姆两人并没对老太太动手 酒吧里被利奥嘲笑的盖锐 回到家就和妻子闹腾起来 这件事情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妻子小曼居然找了村里的医生 要知道医生年纪六十 这明显不暗指盖锐 连个老头都不如吗 小曼跟出门 却看到利奥坐在车里 而利奥也发动汽车 离开小曼家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一个老汉在河边钓鱼 结果他发现了沙拉和一个男人尸体 而那个男人正是医生邓肯 那么问题来了 邓肯为什么会和沙拉一起被杀 难道两人间还隐藏什么秘密吗 警方在案发现场 发现一个粗大的木棍 两人头上血迹斑斑 法医也证实 他们确实被人用重物砸中后脑而死 家文发现 不远的地方 有很多那种木棍 看来凶手是先没准备工具 顺手拿了一根木棍过来 因此判断这可能是装机刑杀人案件 钓鱼老汉叫卡特 他简单介绍发现尸体经过 昨天利奥回村 也是卡特带着利奥去了沙拉家 对方还将利奥赠送给沙拉股份之事 告诉了汤姆 敏感的汤姆马上想到 现在沙拉有了钱 会不会什么人为钱杀人呢 此时一个男人走过来 男人叫罗杰 他是玛丽丈夫 他也在河边钓鱼 据罗杰回忆 一个半小时前 他还见到沙拉他们在上游钓鱼 现在怎么一下就死了呢 大约一周前 他见到一个身穿迷彩之人 从这里路过 也许那人只是在沉跑吧 医生妻子叫戴希 他和医生只有一个女儿 目前女儿住在考斯顿 家里只有他们老俩口 戴希思考 用什么方式通知女儿 他父亲死亡的消息 两人来到杰森家 杰森表示 沙拉没什么遗产 因此也没所谓继承人 他之前收入不够支出 还是自己和妻子 替他还信用卡 他哪里有什么遗产 尽管杰森夫妻 一直声称 沙拉没财产 可他的房子土地 仍然价值两百万英镑 因此汤姆两人 并没相信二人的一家之言 况且 沙拉被杀前一天 利奥还赠送了他股份 难道只是巧合吗 盖瑞是个厨师 他正在后处忙碌时 小曼找过来 听到小曼说 沙拉和医生被杀 盖瑞让小曼听好 如果有人问起来 就说今天上午 夫妻俩在一起 谁也没离开过谁 因为沙拉和医生死亡时间 大约上午十到十一点之间 小曼一阵茫然 什么叫我们在一起 可我们并没在一起 难道这是你干的吗 基于昨天 玛丽还和沙拉发生争执 今天她就被人弄死河边 玛丽自然受到怀疑 玛丽交代了不在场证据 她上午在家 做家务根本没出门 加文和汤姆一家人聚会时 女儿丽莎给他们带来消息 也许医生口碑 并没大家认知那么好 有人发现 她经常半夜翻窗回家 因为她在外面风花雪夜 妻子将她锁在外面 从古董商昆丁这里 两人了解到 昆丁一直喜欢沙拉 甚至准备向她告白 可昨天还没来及说 沙拉就被医生叫去钓鱼了 昆丁也解释 杰森和利贝卡 趁沙拉生病时 以极低价格买下沙拉的房子 沙拉现在却是没什么遗产 两人刚离开昆丁家 就听到街对面传来吵闹声 跑过去才发现 利奥正和盖瑞在打架 利奥解释了她和盖瑞打架原因 案发前一天 她在酒吧告诉过盖瑞 她妻子小曼和医生多次混战过 而利奥当年也和小曼约会过 因此利奥怀疑是盖瑞弄死医生和沙拉 盖瑞介绍了案发史 她那时就在厨房忙碌 她还表示 妻子小曼可以替她作证 而小曼也证实 丈夫一直在厨房 基本没离开过 小曼交代了和医生关系 两人三年前就结束了 后来没再混战过 至于和利奥的关系 那就更早了 那时她还没和盖瑞结婚 跟本案没任何关联 丽莎有个流动图书车 她总能为老爸不经意带来消息 有人去还书时曾提到 盖瑞母亲去年死于癌症 盖瑞觉得医生没鼎力相救 因此她对医生更多一份敌意 时间来到晚上 玛丽丈夫罗杰正在河边钓鱼 她忽然听到什么声音传来 罗杰来到小桥上 东张西望并没发现什么不对 可就在她身后 一个黑人鬼鬼祟祟 躲去丛林 不知干了什么 沙拉葬礼着 玛丽慌慌张张来找丈夫 她在水边又发现违归于尔 因此她怀疑 可能有人故意设下陷阱 引发她和沙拉发生争执 另一边 汤姆也在询问沙拉好友 据对方介绍 在沙拉被杀前一晚上 两人通过电话 沙拉声称和人发生过争吵 那人就是医生妻子戴希 戴希是个素食主义者 而沙拉几乎无所不吃 两人观念不同 另外 戴希甚至怀疑 沙拉和医生也关系不清 说话间 古董商走过来 可老太太一点也没给她留面子 老太太表示 沙拉经常提到 昆丁名叫狮子狗 大写得尴尬 瞬间爬满昆丁脸上 两人见到了戴希 戴希解释了和沙拉争吵之事 她和戴希也是多年相识 案发前一晚上 盖日上门将医生和小曼之事 告诉戴希 戴希见到沙拉 试图从她那里得到核食 当沙拉告诉她 医生就是个播种机 还是把戴希气得不轻 两人因此发生不快 时间来到晚上 罗杰两人在河边 发现一个戴着头套 神神秘秘之人 可他们两人都不是人家对手 被人家几下打翻后 那人快速离去 罗杰两人判断 那人应该叫詹姆斯 以前猎场看守 是他一直在河里搞破坏 斜在破坏他们租掉河月 那人经常把河里鱼 偷偷卖给鱼贩子 因此遭到解雇 他现在目的 应该是为了报复 送走罗杰两人 昆丁主动来到警局 他给警方带来消息 案发那天上午 他路过盖瑞家餐厅时 盖瑞当时并没在厨房 就此时昆丁问过小曼 小曼承认盖瑞让自己 替他做了假时间证人 两人来到小曼家 小曼证实 丈夫确实让他撒了谎 不但如此 盖瑞昨晚也没回家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两人来到厨房 只见桌上放着 切了一半的菜 这样看来 突发事件 让盖瑞来不及 把菜切完 那么他去了哪里 医生和沙拉 难道真的是他弄死的吗 接下来 两人很快推翻了 他们原先设想 也为盖瑞已死在冰箱里 查看冰箱门汤姆发现 那只冰箱被人 从外面用钉子钉死 难怪盖瑞被关在里面 无法离来 他面前有只水桶 里面吊着一部手机 可能他试图求救 冰箱里没信号 手机失手掉进水中吧 可冰箱外面有个挂锁 凶手为什么不等他进去 直接将门锁起来 而是费尽心机 往锁里钉根钉子呢 他的死亡时间在昨晚 冰箱里连灯都没开 盖瑞工作的时候 不可能不开灯 基于事前 小曼和盖瑞发生过争吵 汤姆有必要 问两人争吵原因 小曼解释 由于丈夫怀疑他 又和别人混着 两人才会发生争吵 另外 沙拉和医生被杀那天上午 盖瑞实际上十点半 才去厨房 之前他去了哪里并不知晓 吃瓜群众正在看热闹时 罗解突然发现端倪 只见一个人脸上带着瘀伤 正来回走动打着电话 而昨晚在河边 蒙面人也被自己打过一拳 难道就是眼前之人吗 罗解教主加文 把见到之事反馈给他 另一边 利奥追上准备回家的小曼 利奥向他表示哀悼事 不料小曼爆出 他嫁给盖瑞实际上是个错误 不过现在好了 他将纠正这个错误 利奥心领神会 立刻拉起小曼的手 加文两人在酒吧 见到脸上带伤的詹姆斯 他就是之前看守猎场之人 对方一口承认 确实是自己在河里投放了违规鱼儿 不过他没杀任何人 他有时间证人 这点加文已核实过 两人将掌握的线索 及时同步给彼此 汤姆也是一肚子湖水 也为盖瑞是主要嫌疑人 他既为老婆出轨 也为母亲知死责怪医生 他甚至还让妻子替自己 伪造时间证人 可现在 随着他的死去 一切线索全部中断 加文提到一个细节 当他把在水桶里 发现盖瑞手机之事 告诉小曼时 小曼显得很不自然 小曼说手机 一直放在收银台附近 加文钻进冰箱 关上冰箱门后 里面果然没有信号 根据手上线索 加文推断 可能盖瑞卫摆脱嫌疑 故意设计 将自己关进冰箱 造成自己也是受害者假象 可惜他搞砸了 冰箱里手机没信号 他把自己活活冻死在里面 他的推断 也得到汤姆的认同 如果加文推断属实 现在他们可以结案了 因为凶手已死无从查起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 按说盖瑞弄死医生 他有动机 可他为什么要杀死沙拉 两人本无直接关系 难道沙拉之死另有隐情吗 或是干脆加文的假设 根本不成立呢 汤姆来到杰森家 他要求查看沙拉的股票 可杰森在找钥匙时 发现下面抽屉是打开的 汤姆发现文件带中 除了股票外 还有沙拉转让给杰森房子和家具等协议 而沙拉曾说 他和坤丁之间没有秘密 这样看来 坤丁应该知道沙拉一无所有的局面 而此时坤丁从楼上下来 原来他在评估沙拉的那些家具 不料汤姆当面指出 是你破坏了盖瑞冰箱上的门锁 也是你趁他进入冰箱时 从外边将冰箱定死 搞得坤丁一头雾水 他不知道汤姆在说什么 汤姆指出 尽管一切设计 看起来像盖瑞寄入冰箱 自己被冻死在里面 可你犯了一个错误 在将电话扔进去前 你把灯也关掉了 因为没人单独待在冰箱里 会把灯也关掉 至于你为什么要杀盖瑞 也为沙拉葬礼上 小曼心情不好 他和你提到过 盖瑞不在场证据可疑 汤姆曾一度怀疑 坤丁弄死盖瑞 只是单纯为沙拉报仇 可现在他推翻自己之前的判断 也为沙拉和医生 也死在昆丁之手 昆丁弄死盖瑞 就是要造成他畏罪 试图洗白自己 不料弄巧成拙 自己被冻死在冰箱的假象 因为盖瑞那时 是警方投号嫌疑人 他不但有杀死医生的动机 他甚至要求妻子替他作伪证 但如果他死了 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警方也会以嫌疑人自杀而结案 汤姆推断 昆丁一直接近沙拉 主要是为了沙拉的房子和他财产 当他打开抽屉 发现沙拉把所有东西 全部低价转让给杰森后 昆丁心里失去平衡 于是愤怒中 昆丁来到河边 抄起一根木棍 将沙拉打死 不料昆丁一阵冷笑 你的故事非常精彩 但我根本没看过 你说的那份转让协议 更没杀任何人 可昆丁突然改口 也许自己看过 可早就忘记了 因为昆丁突然想到 如果说自己没看过协议 倒是协议上 可能提取到自己指纹 他只能改口自己确实看过 对于他出而反而 汤姆当然不会信 汤姆指出 你弄死沙拉 也许并非因为钱 因为你不是缺钱的人 真正让你难看的是 你付出过真心 而沙拉却当着他朋友面 叫你狮子狗 这种称呼伤害不大 可侮辱性极强 你甚至在他生病时照顾他 可最终落个狮子狗之名 这才是你弄死他的根本原因 不料这下戳中昆丁痛点 一个75岁老女人 自己为什么对他过目不忘呢 当他向老太太表白时 可老太太毫不留情 一口拒绝了他 案发当天 昆丁偷偷来到河边 摸起一个木棍 将沙拉砸死河边 可好巧不巧 正在附近钓鱼的医生 听到沙拉惊叫匆匆跑过来 为了不败露此事 于是买一送医 昆丁将医生也一棍送走了 此时 门外立对卡夫妻 听完昆丁杀人经过 把两人惊得目瞪口呆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